那我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 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刚才写的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隐患 有一个什么样的隐患问题呢 循环导包的隐患 这里面还会出现循环导包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循环导包呢 咱们看一下这个场景在哪呢 我们回过后来看这个API 1-0 我看我录了 录了 我们看一下 哪有好几个循环导包啊 没有 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马上我现在给你构建的是循环导包的 在哪构建呢 咱们来看一下 API 1-0这是蓝图吧 咱们在这里面是不是构建了一个 demo.com的试图函数啊 那你说在这个试图函数当中 有没有可能要用到DB啊 要用到数据库啊 要用到了吧 所以我在这里面是不是还要去引入一下啊 引入的时候我从哪引呀 是不是从iHome当中 iHome里面的银行文件里面是有啊 所以我引的时候就直接从谁呢 从iHome当中是不是就导 就能够找到银行文件呀 等从iHome当中去导入谁 是不是导入DB呀 对吧 导入DB之后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在这个试图函数里面 去操纵DB 然后你进去查询呀 构建数据库 是不是都可以了 所以我就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就加了这一句话 就出问题了 我让程序 宏勋 启动一下 看一下 叫什么东西 叫做不能导入DB吧 为什么不能导入DB呢 就加了这一句话 就出现了循环导包了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循环导包的话 设计的文件层次实在是太多了 咱们来看一下 启动文件是谁 启动文件是mary.py吧 所以我们先把mary.py 我先把这些东西先给你关掉 咱们先找第一个 启动文件 mary.py放到这 mary.py文件之后 再去执行的时候 从哪找呢 从第一句话 第四行上 每次就去导入 这个iHome创建FB 还有DB吧 我给你放到这 好 停在这 卡到这 卡到这 它需要去iHome 它就去执行了 一旦进入到iHome 执行的话 是不是首先第一步 得去执行你的文件呀 对吧 所以进入到 你的文件当中来 你给它放到这 在你的文件当中 相当于在这里 就进入到这了 在你的文件当中 去执行的时候呢 它又要从上 往下进行扫描吧 对吧 从上往下去扫描的时候 plus在这里面 还好说 不涉及到 config在这里面 是不是也不涉及到啊 可以分当中 直接就去定义的 这个类就可以了 再往下去走的话 然后呢 一直往下走 走到哪呢 Socoagmin Session 然后WTF 是不是都标准的 都是不会涉及到 但是在哪呢 在第八行的时候 第八行的时候 需要去导入 Api1-0了吧 所以进入到 Api1-0 进入到这里的话 是不是要执行 这个文件呀 所以进入过来 进入到这来 然后呢 把它再往过 放一下 好 就讲到在这里面 又进入到 Api1-0的引进文件 在这个引进文件当中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呢 实际上前面东西 我给你画了一个点的意思 相当于 这个文件 是不是还没有执行完呢 都是卡在这了 卡在这之后 然后呢 我往下去走 往下这个 Api1-0的引进文件当中 去做的时候呢 这里面导入蓝图 没有问题 然后呢 创举的对象 也没问题 然后执行到第十一行的时候 是不是要去导入Demo了 好 Demo Demo当中 我再来往下去看 在Demo当中 在进行扫描的时候 从上往下走 走到第三行的时候 导入Api Api的时候是哪个东西 从点导入Api 是不是这代表是 Api1-0的这个蓝图的东西 Api这个东西 是不是已经有了 所以能够导过来 但是你看下第四行的时候 从iHome当中导入DB iHome当中导入DB iHome的话 这个DB有执行到这儿吗 还没有的吧 是不是还没有呢 还没有的时候 就相当于 我如果放到这个地方的话 iHome整个 没有实现完成的 iHome在这里面 架到一个空 执行半截 然后呢 Demo这里面 也执行到半截 你需要用到我的东西 我需要用到你的东西 是不是喜欢脑袋的 对吧 谁也执行不下去了 所以呢 就相当于 你看一下提示信息 是不是就相当于 Cannot importDB 从哪呢 FromiHome importDB的时候 执行这句话的时候 出现了卡的问题了 就在这一点了 所以那咱们怎么做呀 我是不是给你推迟导入就可以了 对吧 咱们既然要推迟导入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推得更晚一些呀 什么时候 我给你推到 什么时候用它 什么时候导 是不是就可以呀 什么时候用它 在这个CreateAPP里面 我是在这个地方 才出错蓝图的吧 是不是相当于在这儿了 那好了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 采用第二种方式 我把它给你缩到一个函数当中来的时候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我给你放进来 放进来之后 你不是在这里面 才用到出错蓝图吗 好了 我就给你放到这儿 你这时候用的时候 你这时候再导 你什么时候用 什么时候导 所以就相当于 我在去执行初始化操作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导入 好 执行一定的文件 在这里面看一下 还需要涉及到那么个深层的吗 不涉及到的吧 就相当于 更个就能把它循环了 整个执行完成之后 回过头来 你在这里面 再去调用的时候 再去执行API的时候 这个DB是不是已经就有了呀 所以 看一下 我给你缩进来之后 回过头来 咱们再来启动一下 这里面还有报错吗 没有了吧 所以 你一旦看到那样东西 你要知道有循环导入 所以呢 你要去查一下 到底是哪个地方卡住了 你就可以把那个地方 有一方推迟导入 就可以 这个为什么我又给大家强调一次呢 因为之前在去学Flux的时候呢 好多同学都是这个地方 就没当回事儿 结果在公司当中的时候呢 老是遇到导报的问题 然后找了半天还找不出来 一号呢 就把这个东西发过来了 一发过来之后 你只要看到 Know's andPod 肯定是导报的问题 所以让他去找这个东西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 看一下那些什么东西呢 接下来再精神一下 我们要去讲那个关于日志的东西了